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排爆就是说利用我们各种技术手段 预防和治疾各种爆炸事故的发生 整个人的神经都是很绷紧的 你不知道什么爆炸物 接近来的瞬间 还是有这种恐慌感的 对于这个工作而言 并不是电影里面 红蓝的抉择 每一次机会 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叫邓玉堂 是一名90后 现在在我们中队 担任排博首艺职 是2011年12月入伍的 然后夏年是2012年 机缘巧合是一次 在我们中队组织 所以是装备展示上面 我心然间看到了这套衣服 就觉得这套衣服好帅 瞬间心里面就感觉 要是我夏年以后 分到这个单位去 参加这个工作 穿上这身衣服 觉得是无比的荣耀 它这个衣服重量 全重的话就是26公斤 加上我们的头盔 4.7公斤的话 折合下来 在我们排博首身上 要达到这个30.7公斤 平时一场排博下来的话 大概就要花到 两到三个小时的样子 又有排博首体能训练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 我们有穿着这个防暴袱 进行我们这个 一千米的长跑训练 跑完以后进行一个平衡移动 就考虑我们这个 能不能就在快速 紧张的环境下 让自己静下来 冷静下来 训练我们这个专注力的 就是这个七彩盘结 和这个鼠黄豆 就是在我们这个 紧张的环境下 和这个外界草落的环境下 能够快速识别 而准确地去把这个 线和剪断和这个豆子 多少个豆子可以数清楚 六百点七 六百点二 五百点三 六百点四 六百点五 六七 六七五百点两 六百点七 八九 过去年好不好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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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一些外界的感受性 我想进行个图自成见 在我们这个训练当中 提高我们这个心理的一个训练 穿上那个衣服以后 就感觉这个整个人的 这个神经都是很绷紧的 因为感觉这个心里面嘛 就是慢慢地给自己这个 慢慢地就是说 比较慌比较紧张 就是很那个镇定下来 有时候就是拿着我们的这个工具 走到战场上一刻 就感觉心里面是很平静的 脑子是很清晰的 因为我们排泡手所需要的 是思路清晰 动作敏捷 迅速嘛 就是说我们到过以后 耳朵的这个声音 会特别的敏感 就是很多很小的一个动静啊 这些都可能会听到 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完全听出那种 我们这个进行判别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是 首先是接触去它去进行 这个爆炸物的一个判别 你不知道是什么爆炸物 就是说你在接近来 接近来的瞬间 还是有这种恐慌感的 在设置这个模拟对抗的时候 有一些会放一点这个黑火药 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 排泡手一个心里的一个压力感 就是说受伤的话 顶多可能就是有时候训练的时候 可能会把我们手上的这个 就是小的这种汗毛 给烧掉一些小部分 但是真正的这种的话 目的的话 还是达到 就是对我们排泡手一种 心理上的一种震撼 那感觉我们不是这个 每一次排泡都是能成功 就是说这个 就是有失败的这个形象 多数是失败 才能把我们这个练好 技术练进行 从我们肉眼 是我们把看到我们这个包装里面 就是我们雷管 或者我们起泡中置的一些所在位置 我们是通过X光机 就是X摄像光机 去判别我们这个包装舞的这个位置以后 再确定我们开箱的位置 具体里面万一有些这个 反拆的一些装置的话 根本就看不清 所以说我们在没有打开箱之前 都是很小型意义的 就组成组成的进行一个玻璃 小东西 我自己有时候平时也会收集一些 小的电子元件 放在我的这个 虚拟的一个箱子里面 就是有时候结成 可能不同的一些电子元件 把它组装成一个复合性的一个爆炸物之类的 就是说模拟的这种环境嘛 就是越复杂越好 复杂的我都能训练好了 然后面对这个市场上 这种简单一点的 我就让我应该来轻松地用的 前期基本上是靠都有的一个保障 和一些其他一些物质的一个保障 但是真正走上排爆的那一刻 完全是靠自己 排爆的原则一般都是转移为先 销毁为主 人工拆除为辅 这个一个原则 平时的话 我们这个爆炸物 只要是能转移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机器人而进行一个转移 然后转移到室外 或者空洞的场地 进行一个水泡箱 进行一个销毁 对这个工作我就感觉很自豪的 同时排爆九年了 我觉得这个排爆 它已经融入到我生活当中一部分去了 就感觉就与我这个自己的自身力不可分了 就像他们狙击手自己的狙击枪 而我有我的这个排爆装备 训练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真正去拆除一枚真正的炸弹 作为排爆手 我感觉有点遗憾 然而 我又不希望 自己真正的被派去拆炸弹 并不是因为我害怕 而是我希望我们生活的社会里 永远没有我要拆除的炸弹 作为一名军人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 是希望这个世界 简单快乐 人们安居乐业 现实虽不可能 如愿景一般一帆风顺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更加努力去学习 去成长 去为美好的明天共同奋斗 穿上了这身军装 就要珍惜荣誉 选择了这份职业 就要干预奉献 组织了战场 就要冲锋陷阵